這個豬肚雞的做法不一樣 這個挺浪費時間 這個老闆李大廚獨創的, 你知道嗎 豬肚釘, 我們廣東人都很喜歡吃 幸好傳統的豬肚雞沒有冬瓜 對 它融入冬瓜 當時我看著它教我們做的時候 豬肚煮了差不多半小時 而雞是滾了水後放進去 一看到變色, 馬上就可以吃 所以雞肉是很嫩滑的 很清甜 為什麼這麼清甜呢 它加了甘筍, 即是紅蘿蔔 再加上玉米的甜度 湯就有這種效果 冬瓜對現在的季節吃得挺好的 一定要煉皮 如果批了, 譬如入米這種… 入米這個口感 對, 沒錯 即是很去塞